第五十七集,爷爷,你能帮朵朵开门吗?朵朵的爸比来了,朵朵要回家,朵朵转头,看见兰奇人站在门口,便想着向他救助。 这时候,魏英也看见他了,两人就这样隔着铁门对峙着,透过泪眼,魏英仿佛又回到了六年前的场景。 那天,也是这般,他站在门外,天上下着瓢泼大雨,他全身都湿透了,可里面的人丝毫没有要开门的意思,只是告诫他,兰家的大门,不是他可以进来的。 如今也是这般,他把朵朵骗了过来,让自己只能看得见,却带不走,兰奇人,你把朵朵还给我,你到底想做什么? 魏英失声尖叫,这一声把站在他身边的朵朵,惊得整个身子哆嗦了一下。 爸比,朵朵看到魏英哭了,他也跟着哭了起来,爷爷,你快开门,我要爸比,朵朵是我的孙女,我会对他做什么? 魏无羡,你带着我们兰家的子嗣,嫁到唐家去,可有问过我的意见。 兰奇人一步步走上前来,带着满身的猎意,朵朵被吓得往后躲了躲。 他这个小动作,不仅魏英注意到了,兰奇人也看到了,他脸上的线条瞬间柔和了下来,不能吓到宝宝。 宝宝,过来爷爷这里,兰奇人伸出双手,半蹲着试图化解朵朵的距异。 不要,朵朵要爸比,我要爸比,哇,朵朵大哭,哭得魏英愈发心疼。 兰奇人,你快开门,要不然我报警了,你把我的女儿骗过来,没有经过我的同意。 这是违法的。 魏英双手抓住铁门,用力摇晃着铁门发出哐当的声音。 我要见自己的孙女,如何就违法了? 朵朵是我的女儿,是我生的,是我一个人带大的。 她跟你们兰家没有任何关系。 魏英低吼着,她不想大吵大闹吓到宝宝。 可眼前这个人,她的行为实在让她弃脑不已。 她是你的女儿,可她也是兰望鸡的女儿。 她是我们兰家的子嗣,留着我们兰家的血液。 你既已经跟唐家结婚了,宝宝就应该回到兰家。 不,你别痴心妄想,除非我死了。 在这一番争吵中,谁都没有注意,在别墅门口的不远处,站着一个已经呆若木鸡的人。 握着胸口,脸上是痛苦难耐的表情。 蓝忘机,她不敢相信她听到的这一切。 朵朵,是她的女儿,是她和魏英的。 叔父知道,所有人都知道,就她一个人,不知道。 爸比,朵朵怕怕。 朵朵要出去,要回家,不要在这里。 朵朵的哭闹声,惊醒了蓝忘机。 那是她的宝宝,可如今她却在爷爷和爸比之间痛哭着,明明她什么都没有做错,却承受了以这一切不该受的苦。 蓝忘机,你就是你口中的那个人渣。 你欺负了魏英,留下她一个人孤苦地带着孩子。 如今叔父却还要为难她,你说你爱她,可你却从来都没有真正保护好她。 因为你,她才受了这么多的苦。 蓝忘机亮枪前向前迈了几步,站到了门边。 开门,二少爷,仅仅是两个字,带着寒气十足的震撼力。 管家李叔站在一旁,微颤着,却又为难地看着蓝起人。 他知道二少爷的脾气,可是,他也只是个管家。 叔叔,躲躲怕怕。 你就躲躲出去,小家伙一看见蓝忘机,就像看见了希望般。 小手透过门缝探了出来,想拉蓝忘机的手。 蓝忘机看着那只,胖嘟嘟的小手。 这只小手,他握过无数次,可从来没有一次,像现在这般。 让他愧疚,让他痛不欲生,让他恨不得狠狠地抽自己。 他那么娇嚣,那么脆弱,他需要爸爸的保护,可这五年来,自己又在哪里? 朵朵,爸爸对不起。 蓝忘机微颤的手指刚触碰到那只能的小手,就被身边的人一把推开了。 蓝忘机,你别碰他,他是我的女儿。 会因一声尖叫,显然是被惊吓地失去了理智。 蓝忘机猝不及防,狠狠地摔倒在地,尾椎骨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。 他条件反射地滴滴痛哼了一声。 二少爷,管家一声惊呼,卫英,我没有要抢朵朵,我不会跟你抢的。 卫英眼里的惊恐让他自责,让他心如刀割。 若他能早点知晓这一切,他就能阻止舒服的行为,卫英就不会这么害怕了。 都怪他,你有,你故意接近朵朵,就是为了今天。 蓝忘机,你告诉你,我绝对不会把朵朵交给你的。 你要是赶强来,我就,我就死在你面前。 我让你一辈子都活在阴影里。 卫英,心脏传来一阵顿痛。 蓝忘机急喘了几口气,手捂在胸口处。 额上的冷汗直冒,脸色白得吓人。 忘机,蓝启仁惊叫了一声,脸上终于露出了惊恐之色。 管家急急打开铁门,蓝启仁先一步跑到蓝忘机的身边。 朵朵先是扑进卫英的怀里,可一双大眼睛去看着蓝忘机。 叔叔,叔叔怎么了? 忘机,你不要激动。 你冷静点。 蓝忘机这样,蓝启仁已无暇顾及孙女的事了。 管家叫医生。 不用。 蓝忘机低吼了一声,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气后,才缓缓睁开了眼睛。 浅眸紧张地探索着卫英和宝宝的方向。 卫英抱着女儿,并没有离开,两人就站在旁边,看着她。 直到蓝忘机望过去了,卫英才转移了视线。 卫英,蓝忘机挣扎着站起来,管家伸手想扶她,被她推开了。 卫英,你相信我? 我没有。 我没有要抢宝宝。 我现在不会,以后也不会的。 卫英没有说话,只是流着泪。 卫英,宝宝,我们回家,以后不许再来这里了。 这里的人,不好。 我们不,要跟他们玩。 朵朵睁着大眼睛,看了看蓝起人,然后就点了点头。 爸比,朵朵听爸比的话,以后不来爷爷这里玩鸟。 爷爷不给朵朵开门,朵朵不喜欢他了。 可是,叔叔呢? 朵朵把目光转向蓝忘机。 叔叔也是这里的人吗? 也不能跟叔叔玩了吗? 朵朵不敢问,怕爸比伤心。 卫英抱着他,掉头就走。 这里,是他噩梦的地方。 他只愿此生的不再踏入一步。 卫英,蓝忘机急忙想冲过去。 被蓝起人拉住了。 忘机,你的心脏,放手。 叔父,我还叫您一声叔父。 是因为使您把我带大的。 可您一直在伤害我最深爱的人。 朵朵是卫英的命。 如果他的命没了,我就用我的命来赔。 蓝忘机说完,坚决地离去。 老烟,管家看着蓝起人老泪纵横的脸,只能哀叹一声。